整部的士衝了下山坡 安全器袋都带出来 还一直在响安 是快星期二凌晨三点多 的士再驻一个岩乘客 沿清水湾道往飞蛾山方向上车 来到清水湾道303号对开阵 越线撞向路边的铁栏 再冲下去五米深的山坡 的士司机和乘客报清受轻伤 自行爬出车外报警 其后送远自离 消息说有人报清是因为闪避动物发生意外 而在大约40分钟之后 附近再发生多一宗交通意外 一部宝马远飞蛾山道上山 驶到近百花林路一个左弯弯位的时候 失控撞到一个沙井 左边的车轮浪在石上车头损毁 事件当中无人受伤 车主自行拖拖车主理